连续假期期间 许多游客因为疫情的关系 都纷纷来到台湾的东部进行旅游 而花莲县的海洋公园 这几次就有许多的游客入园游玩 3号一早进入海洋公园的人数 落在2000多人左右 业者也表示 五成的游客都有佩戴口罩 业者还是呼吁民众 遵守社交礼仪的规范 出入室内人多处 能够戴口罩就戴口罩 以侧安全 花莲的各游戏景点以及观光区域 都塞满了大量的游客 而未在收封商的海洋公园 就有许多游客 是以家庭出游最多的旅游形态 业者还是希望游客 能够配合远方的防疫检测 量测体温 戴口罩是最好的防护措施 我们门口一定会先量体温 所有的入场的游客 都会帮他量体温 然后也会帮他喷酒精 然后入到现场以后 因为我们是属于 比较户外型的一个游乐园区 当然有一些座位的剧场的部分 我们就会限制人数 然后也会请主持人跟客服人员 跟游客说尽量保持距离 我们在观赏的时候保持距离 那我们会加延场次 我们会加延场次来应用 今天的路源速的部分 所以不用担心 许多游客在进入园区之后 都能够自知 会保持有一定程度的距离 油啊它如果像有的话 如果是室内的话 我们就会带口罩 因为用餐没办法 业者在海狮表演闯地 更可以看出游客 有刻意将座位距离分开 多名游客也愿意遵守 社交礼仪的规范 出入室内外 人多的空间 都会戴起口罩 避免成为疫情的受害者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